字幕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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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总妳好 我們高雄在去年的八月 發生重大的氣爆事件 造成高雄的鄉親重大的傷亡 整個災區也經歷過一段時間之後 才讓高雄在全國民眾支持之下 漸漸的恢復元气 但是呢我们有得到教训吗 这次看到大林场的丙溪外漏事件 我们中游有负责主动通报的义务吗 请你简单说明一下 你刚才说到11号10点56分有主动通报吗 他是晚了确实是有通报 按规定也是必须要通报给环保市 按规定是要有通报 你有通知当地的市政府有主动的告知吗 他是晚了应该一个小时内 他是多了6分钟 什么多了6分钟 1999高雄市的市民 1999是10点53分 接到警管高雄台的通报 这是1999 另外消防局 他们是民众告知 消防局10点34分 是民众通报110 中林路加油站有不明气体喷出 10点35分 110就立刻通报119 119出动并且通知环保 经发等相关局处 10点41分 119主动致电中游大林场 询问有无状况 中游才告知是丙溪外泄 这样有负责主动积极的通报吗 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吗 跟委员报 所以我们内部 中游针对这件事情 必须要存储相关的人员 有我们现在 你们把第一线 中游的劳工兄弟的生命 自在何处 你把整体高雄市民的生命财产 放在哪个地方 用这样的态度在处理 这样民众能接受吗 陈副总 刚刚李委员问的 我追问一个问题 你刚才是说谎 还是搞不清楚状况 你刚才回答他 他再次问 你说有主动通报 那跟我们 根据刚刚李委员出示的 119的记录 跟199的记录 不是 你们是被动告知 所以你是说谎 还是搞不清楚情况 因为我们公安处的 调查报告里面 他的里面提的报告里面 他是10点56分 有通报 那个高雄市的环保局 你刚才主动通报 可是刚刚李委员讲的 你是被动被询问才坦诚 所以你刚才 包括怀疑达管委员 回答李委员的 你说主动通报 这个到底是说谎 还是搞不清楚状况 你回答一下李委员跟本席 好不好 我们是请 因为那个公安调查小组 我们有加续确认 家手你是不是来 可以吗 李委员我们是暂停一下 请你走上来 就是李委员刚垂循的 只是很简单一个问题 你们辩称是主动通报 可是现在1919跟1999的资料 你们根本就是被人家问了 才坦诚 你现在到底是说谎 还是搞不清楚情况 你现在请注意 你现在讲的每一句话 都有录影录音 OK 那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整个事故调查的报告 是由大林常提出 那我们总公司有在查证 那刚刚委员提到说 有其他外部的通报 这一部分我们回去再查证 到底是他的时间差是怎么样 刚刚因为 中友这种态度 让人匪夷所思 草菅人命 对自己劳工在第一线的安全 完全没有重视 而且对整体的高雄市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 竟然侵乎到这种地步 整个公安报告 终于自己搞不清楚状况 陈副总今天到委员会来 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市府通报你们的 还是你们主动通报市府的 自己都搞不清楚 都几天了 早上讲一套 下午讲一套 这样的中友的 这样的安全的掌握 高雄人能放心吗 而且这一次啊 还是老天有保佑啊 因为你们 在送丙夕的过程里面 还是主要还是淡气为主 然后呢 主要还是吹蓝风 这个外线没有飘往市区 如果以你们三小时啊 所外露的这些屏息啊 那是会造成重大的爆炸伤害 以12公斤的这样的一个啊 压力来说啊 管线的压力来说啊 它所造成的爆炸是会比 去年八月更大 你们是这种态度在 对付高雄人吗 高雄为了中友 为了石化业 付出那么大的 环境的污染 身体的健康 结果在去年七月 八月发生气暴 那么大的伤亡 结果你们还是用 这样的处理的态度 整个螺丝掉满地 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任凭由你们中友 这样的一个侵入的态度 在处理吗 而且今天陈副总到这边 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你们主动通报 还是市府告知你们的 这样对民众交代的过去吗 请简单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中文内部 也都有在检讨 素质这个部分 也确实是这个 去年八月发生气暴 到今年三月 现在才过一半而已 大林场的丙溪外泄 综合公司的 造成公安的死亡 一百零二年度 就发生了事件 公安事件 造成五名劳工的死亡 你们是这种态度 对付自己的劳工吗 用这样侵入的态度 对高雄市民吗 李委员我可不可以帮你 追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就是你刚才回答李委员 跟管委员 又讲了第二个说谎 我要再确认你 到底是说谎 还是搞病的状况 根据劳检资料内容 你刚才讲说什么送氮气 后来只有六分钟什么 是叫做一个多小时 只差六分钟 那个叫做什么 丙溪 结果你们的劳检资料说 林原厂说我送的就是丙溪 然后大林厂说 我又没有叫你送 林原厂说 你又没有叫我不能送 你们现在是怎么 我现在只问一个问题 我照李坤泽委员的时间 问你问题 这是劳检资料 我看你是说谎 还是搞病的情况 明明林原厂就是 宋炳熙到大林厂 他10号就在里泄漏 然后到11号 省省迟了一天 你刚才对李委员官员说谎 那叫淡气 你现在叫做是搞不清楚的情况 还是在这里公然说谎 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因为他那个报告里面 报告 确实 陈副总 我们现在是 这个立法院的委员会 魏法院委员会 召开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 我到底是要相信早上的你 还是要相信下午的你 还是要相信大林厂 还是要相信中油总公司 还是要相信你们的报告 还是要相信你到这边来回答 你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你们对高雄市民怎么交代 你的报告在怎么写 那个到底送的是淡气还是丙烯 他那个泄漏 其实在垮的那个部分 我大概补充一下 因为3月10号 那个时候是淡气的保压 保压是10.5公斤 那我看整个趋势 就是他是在做减压 就是质压要吹区的过程 那当时是那个法兰面 有一点泄漏 那个在以制程来讲 他可能就是像我们讲的说 他法兰面不是很密合 所以有一点泄漏 我们是发现了 所以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很仔细去 有发现他也在泄漏 那整个公安的通报事件的认定 是在3月11号 当时他在做检修的时候 跑出来了 所以你们的气体 从来就没有停止传送 对不对 没有在输送 他是质压 就是压力保护者 对 但是那个气体持续送 没有送 林医院送到大林的 但那个秉析持续在送啊 因为他是质压 所谓质压就是没有去增压他 但是他没有停啊 对不对 停跟不停就是说 如果说有操作观念 没有操作 你们就是没有办法 对高雄市民交代嘛 你们第一线的中油的员工 在第一线工作 在那么辛苦危险的环境 你们没有做到主动通报的义务 还想一手遮天 还想欺骗市民 还想欺骗立法院的委员会 真的让人非常愤怒 我们不是这样子做啦 我们是说整个过程 你们自己来到这边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你们主动通报 还是被市府告知 我看到的所有资料 我们的记录里面就是有通报记录 而且都有对口 那我刚才也跟你讲了 1999跟119的相关消防局的通报记录 是这样 你们还要说谎吗 你们自己也搞不清楚 你就是看报告 就是看作文比赛 这跟委员报告 我们回来 如果确实有 我们会来检讨 今天几号了 高雄去年发生 那么重大的气暴事件 你们今天来到立法院来做报告 然后搞不清楚 自己的报告内容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敷衍的还是欺骗的 然后说 我们回去再检讨看看 那你们今天是来干嘛 来吃便当吗 我请那个劳动部 国务局长 国务部长 国务部长 国次长 国务部长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石化业是一个很危险的产业 所以我们的劳工 必须要在安全 绝对坚持的状况之下来工作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石化业的产业劳安不及格 不顾劳工的安全 石化业的劳安不及格 平均每一场 违反1.38项的这个法规 其中 316场次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六条规定 违法项数高达6962项 这是103年度的劳工安全卫生检查结果 单单看到中油 你看我们先看石化产业 高雄的石化产业 102年到今天 违反劳工安全卫生法被裁法的案件 29起 然后总罚金的罚款才170万 中油公司根本就不重视劳工的安全 102年度至今发生 四起导致劳工死亡的重大执灾事件 造成5名劳工死亡 然后101年度到现在被查出 1041件违法劳工安全法规 中油用这种态度对待劳工吗 然后用这种侵入的态度 不重视高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态度 来对付高雄人吗 这样能交代的过去吗 是 包围 那我们职业安全卫生法 今年开始上路之后 我们对所有的检查都会加强来办理 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新增的 制程安全的评估 还有安全卫生的管理系统 这些我们都会去推 我想未来会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就是因为高雄是直辖市 我们是安全老检的部分我们是授权 所以未来我想对中油公司守在地方 中国的石化业的这种重大的公安违规事件 他们有安检单位的我们会跟他们一起来配合 没有的话我们自己的安检单位 我们会来负起所有的责任 这个请主席要特别重视高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我们请到中油公司的高层来到这边 一问三不知 不是服务员 就是欺骗 就是不知道装知道 用这样的态度 我们高雄人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第一个对于基层的劳工 中油第一线最辛苦的这些劳工 你们交代了过去吗 让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之中来工作 发生气暴之后 到今年三月又发生重大公安事件 又发生丙息外漏的事件 我建议主席一定要严格的督促 陈副总 中油公司 到底是谁先通报的 是市府通报你们的 还是你们是被告知的 是事后告知市府的 这个一定要追究 高雄的生命财产不能被你们这样践踏 不能让你们这样搞不清楚的状况 到今天到立法院来报告 还搞不清楚状况 莫名其妙 好 谢谢李坤泽李委员 大家请回 在会议结束之前 我想我一定要 李委员刚刚管委员 陈其邁委员等高雄的委员都很关心 我会订阅您好 请回ica 启我们好 好 谢谢您好